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没录实际操作的视频 实际的交易视频 有很多网友都说 想看实际操作的视频 那我今天我就再录一次 那现在是日本时间的5点 正好是欧洲市场开盘的时间 这段时间刚开始开盘 可能它运动应该比较激烈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好的机会可以入场 然后有好的机会入场 我们再入一次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以前的那个交易视频 那还是那样根据这个货币对之间的对比 还有这个趋势线 还有水平线 我是根据这些元素呢 来进行交易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来个分析一下 还是从周图来看吧 周图来看 明显的这一个上升的趋势 对我最近这个欧元真的很强啊 从日足来看 它也是popper的阶段 这都是我以前画的线 你把它删掉 那日足来看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我们再来看四个小时的图 四个小时的图 这可能稍微有一点上升的趋势啊 那我们这次呢 主要是做这个超短线的交易啊 超短线的交易 一般看一个小时图啊 15分钟图啊 5分钟图就够了啊 但是如果这个从足比较大的 比较时间跨度比较大的这个图形来看呢 如果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 它在这个附近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点啊 这个点它有两次这个反弹 说明这个价格呢 它就大家都在重视看待这个价格啊 就这个点 如果就是哪一天走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做买入的话 胜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不用说要要求获利多几十个点 二十个点啊 就是四五个点左右呢 就就可以退场 这就是一个超短线 做超短线交易的一个思想啊 就找那些比较敏感的点 你也不用说要求获利很大 那获利很大的话就看一个小时图啊 四个小时图啊 这样 那超短线的话就四五个点 两三个点 出场就OK了啊 这是我做超短线的一个思想啊 那我们刚才看到 那这个点估计今天是不会到了 不会到这里了 那如果今天到这里的话 那我们再到时候再看啊 这个点 我们再做一次反应 那现在这个动作还没有出来啊 欧元 动作还没有 可能要出来了 今天周一开盘 不知道 欧洲市场会不会有很大的动作啊 那我们再看美元和日元啊 美元和日元的话 最近真的是日元啊 前一阵子啊 真的是 就是差点没到101块啊 但现在日元还是走强的 美元还是基本上从全体来看还是走弱的啊 现在是超短线的这个交易嘛 所以超短线 不用看那么红远了 也不用看什么形式了 你主要超短线 我真的主要是就是根据价格的动作啊 还有今天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发表 那段时间的话 也要慎重啊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看图来 来进行交易的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就美元 它有这个走高的趋势啊 现在欧元也跌 然后英镑也跌 澳元也在跌啊 我现在就 基本上就做这几个货币队啊 就六个货币队 这这边是欧元和 澳元 还有欧元和英镑 这只是我一个参考的数据啊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美元好像一对 应该走强 然后啊 英镑是走弱的啊 那我们先来 我觉得英镑可以入一单啊 英镑入一单 是 英镑这个货币队 它的特性啊 就是这样啊 到了这个 这个时间段呢 它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这个动作啊 要是下跌的话 就一下子会下很多啊 那这笔大 我也就两三个点之后呢 我就退了啊 因为看这个趋势 好像美元是要涨的啊 止损我是 嗯 怎么讲 还是凭感觉止损吧 具体怎么 怎么止损 我还真说不出来啊 就觉得 哇 这价格好像走的不对了 那具体怎么不对呢 我还真说不出来 这次就两三个点 差不多 一撤了 现在是5点15分 有的人 觉得我最近没有传这个 交易视频的话 以为我已经不弄FX 那是不可能的啊 我肯定会一直都在交易的 每次传交易的视频 我觉得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每个人 那想法都不一样的 我一看有很多人评论啊 都说七说八了 这个交易视频的话 没有太大意义啊 可能 如果 可能的话啊 就是 毕竟这个喜欢看交易视频的人 还是小众 我看了一下啊 最近 我youtube上面这些data啊 这些 这些数据啊 看交易视频的人还是少数 还是小众的 那 如果 将来我这个 有机会开这个会员频道的话呢 我希望我的会员频道 我再跟大家一起做直播啊 然后讲解一下我 呃 这么多年来做交易的一些心得啊 这样的话 比较巨堆吧 我觉得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吧 来特意加入 加我这个会员频道的人啊 这样我还比较喜欢讲解啊 像我这种 就随便传上去啊 然后 有很多人也不想看 在一个 就观点不一致的人啊 就 不想跟他探讨这些东西了啊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等我在开会员频道的时候呢 我在具体跟大家做直播啊 这个交易心得 大家在上面一起讨论啊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啊 但今天这个 动作好像不太大呀 按理说 进入欧洲市场应该 欧元下的应该比较快的啊 现在还没有动 那加仓的话呢 我应该到了 可能这个位置左右 我会加加几仓啊 做交易呢 像这种短线啊 不要说 一下子就全进 一定要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加仓这种进法啊 就比较好的 尤其是做这个外汇交易的啊 做股票什么的 可能加仓有点 有点不太适应 那做fx 我觉得加仓是 很重要的一种教育手法啊 当然加仓也是 有讲究的啊 在什么点加仓比较好 然后还有止损了 止损 怎么跟大家讲呢 如果到了这个该止损的地方呢 我就会止损 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止损啊 我看一下这欧元啊 这种 应该在这个趋势线这呢 稍微做一些反应啊 看这个欧元以下啊 啊 澳元以下 美元应该稍微再走抱点啊 先两个点确认一下啊 再看看他的这个动作啊 短线就是这样啊 割头皮 稍微差不多一点就赶紧跑 这个澳元以下 这个澳元美元应该买 澳元美元买了一单啊 他在这块啊 这个比较好的 一个点啊 确实点啊 还是两三个点就撤了 不要另战 好 这澳元又应该是赢了三个点吧 三个点左右啊 我现在都是一手价在交易啊 因为 这个资金管理也是 有一定的说法啊 因为加仓嘛 我应该加到四五仓左右吧 就是四五手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能再加了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输的状态下呢 到四五手左右 我就开始停了 然后再考虑止损的问题啊 这是我的一个 消遇的手法啊 那这种的话就 现在没有什么机会了 就不要硬进了啊 在我看来是 我不擅长的一个地方啊 我今天就坐两个小时 我看看吧 我因为晚上稍微有一点事情 看我今天能交易到几点 我看这个欧元和日元的话 那这段时间都在盘整 抱歉 所以就是说 这段时间呢 价格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 就刚才在这个点 我应该进一次啊 但我觉得这个 时间段来看 欧洲时间段来看啊 可能它会 这个突破这里啊 突破这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就我们再等一等 就不要贸然进了 如果不突破这里 它要上来的话 到这个位置就用了 我们再下一单啊 再做空一单 这个位置再做空一单 现在这个强硕大家都差不多啊 可能周一这个价格的动作 不太明显 不太明显 今天这价格不太明显 嗯 这价格有点看不懂啊 不太会了 现在 欧美我进了一手 在这附近应该稍微会下来一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 应该这个 涨的可能性挺大啊 美元和日元 然后看欧元和 看澳元和美元的话 在这个三角框框里面啊 它也是下跌的可能性也蛮大 所以我觉得美元应该是要走强啊 就稍微一瞬间 可能稍微要走强 现在英镑应该是比较容易下跌的 所以我就进了英镑和美元啊 看澳元好像一瞬间迸发了 这个附近应该就 就抓两个点就跑就OK了啊 不要恋战这个地方 刚才又抓了两个点 我看我画这条线还是起作用的啊 澳元和日元 突然间一个上涨 然后跌下来了 说明上面这个力量还是蛮强的啊 现在 这里也是 力量还是蛮强的 如果下来的话呢 我还会做一单 买一单啊 在这个位置 买一单 那现在就没有什么 好的机会了啊 就怎么讲 在高位的时候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呢 就最好做空啊 那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 就 就买入 这样胜利就会 很高啊 那比如说你看现在 欧元和美 欧元和日元的话啊 你现在他处于什么位置 他像 他现在 在这 这个盘整阶段来看的话 现在还是处于 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 那在这个位置呢 从这个位置比的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就 比较尴尬了 那你这个时候 进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小入一单 就叫 日语叫 把心开呢 就在这 小入一单 然后呢 他就是 突破这里 再一点一点 下跌到这呢 你再 再可以在这里面 再加仓一百 相对 再比较低的位置 再加仓的话 就可以 那你如果 这个价格 上到这来 那你就做一单 做空啊 因为就是 明显是很高的 一个位置 那如果他突破这里了 那么看 这个一小时的这个图 一小时的图呢 他就到了这个位置 可能还会 有一个 这个阻力 那在这个位置 你再 加仓一单 就这个样子啊 这样交易的话呢 这胜率 还是会提一个档次啊 那如果到什么位置 你就必须要止损 那比如说你加仓 加了这个位置 他还是上 而且是成这种 成这种的 趋势 像绕着趋势线这种上 感觉动作有点奇怪了 那那个时候 没办法了 就就一定要止损啊 要狠下心来止损 做交易这个 这个就是 在不断的止损 然后不断 不断的这个 一点点获利 就这点 一点一点的 这个积攒积累起来的 不能说是 一直都是赢 这种状态啊 做这个加减法 那我是 肯定会有输的情况啊 但是 就目前来看 一个月统计来看 我还是一直在 在赢的啊 从整个月来看 我都 从去年的 应该是疫情之后吧 疫情 稍微平息的时候 是七月份左右 六七月份左右啊 就一直 每个月都 都是在赢的啊 但疫情那个 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 是输了蛮惨的啊 你看现在 也没什么机会啊 我觉得 这种小动作 其实我不太喜欢做啊 这种做短线 在这种小范围 小区域那样 不太喜欢交易啊 就很容易 就这种 就什么三角星突破吧 有时候他突破这里 比如说我想抓小动作 在这里做一单空的话 他可能 很有可能一下就 穿上去啊 最好在这种大散角里边 就上面这个位置 在做 在入场出场 比较好 比较理想啊 我看欧元 美欧元日元的话 来到这个位置啊 我觉得他应该 他要再下来一点呢 我就会买啊 现在做空的话 我还是不想做空 因为他 在一小时看还在这个 修士剑的上面啊 就 还是不要做空了 买的话 胜率还是比较高的 要看 他再稍微下来一点 欧日的话我就要买入了 还有五分钟就六点了 那在一个小时的刚开始阶段呢 动作还是挺大的啊 就剩下五分钟我们再看看 就有很多初学者吧 有些初学者都是想跟这个学跟那个学啊 别的话我也不说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做这种FX做交易 如果你是纯看这个做这个技术分析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实践是特别重要的啊 再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啊 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大忽悠啊 就很多那种人真的 我是挺讨厌那些人的啊 平时讲的时候呢就是讲的好像自己天下无敌一样 那我就想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操作视频 你po出来让我们看看 你马上就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啊 我其实怎么讲 我为什么要这个po的实际操作呢 其实现在在日本啊 这些传自己实际交易视频的人啊 up主要特别多啊 咱们中国做交易的人 其实高手应该蛮多的 但是都没有就是出现啊 都是那种上来下百合那种人 我真的很讨厌他吧 因为我最近可以说还是成绩还算不错的啊 所以我想用我的这些交易经验啊 就实际操作的话呢 可能对大家这个启发更大一些吧 那也不要说完全照着我的方法去做 我想说的就是做外汇啊 实际操作这个经验啊 很重要的 你多交易的话 不要放弃的话 坚持个三四年左右啊 就是找一找他价格的这个特性啊 就你无论用什么 用什么指边啊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找出他的这个特性 你比如说你用这个 不利加棒的 用这个的人也挺多的啊 像这个位置 你看 那就有一个 稍微有一个反应啊 那在什么地方肯定有反应 而且他 最主要的是 如果他没有达到你预期的这个效果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应对的 你是止损的 还是怎么应对的 这个很重要啊 就这些都是 要自己去体会的才可以的啊 无论谁说 多少都没有用 现在是六点了 六点开盘 我们看看这个英镑还没有下来啊 那这条趋势线还是 那周围还是挺顽固的啊 就是要观察他动 他这个价格的动作啊 就像我前几个视频跟大家分享那个交易心理分析一样啊 就是达到这种 就感觉吧 算是还需要一点过一些过程啊 偶日的话 现在想进一单啊 在这个位置 如果他突破这里 到了这附近的话 我就加仓了 这个一个小时前五分钟 就这种特性啊 不知道他想干嘛 你竟然能走这个位置呢 想进一单啊 欧元也在这个位置 偶日的话 欧元也在这个位置呢 欧美进了一单 欧日进了一单啊 那美元现在还在涨啊 差不多要下来了 所以呢现在就再等一等啊 好美元 把这卡了 欧元美元确认了 我现在看欧元 日元啊 接下来我想去吃饭了 现在是六点 10分左右了啊 差不多我就撤了 好吧 现在现在这样吧啊 应该也就一个小时 两小时左右吧 刚才 应该赚了 赚了点啊 所以我想这个视频就想跟大家还是说一下啊 就是一定要多体会啊 这个价格的走动和特性是什么 然后最好是一个一个指标来 就是比如说我决定了 我就想用趋势线的话 那你就根据来趋势线来判断来观察 这个动向是什么呢 动他的动作一般都会有什么特性啊 怎么走啊 每个货币队他这个走势啊 习惯的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那我们最起码要饼的原则就是做短线的话 最好是低买高卖啊 做短线是这样啊 你做做这个外汇 所以你怎么样判断 你这个价格是在低处还是在高处的话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课题了啊 可能以后不会总传这种交易的视频 因为大多数人啊也没有说很喜欢看啊 就是可能将来我youtube专门说一个这个会员频道啊 专门吸引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啊 我们在一起来探讨这方面的知识啊 那好了 今天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然后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以后有机会呢 我再再聊啊 那祝大家这个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投资方法啊 然后就能靠这个fx靠交易呢 能赚一笔核观的数目啊 那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